上六 正恒 凶 我相信各位看了半天 你会觉得这个恒是好事情 怎么老说凶 你看上六他是单位的 他在正的顶端 那就表示这个正的力量已经快没有了 小象说 正恒在上大无功也 他虽然很大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阴柔在上 他这个动是要有力的 你越来越没有力气 那就表示恒久已经快要丧失掉了 其实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恒也不可能长久的 你再怎么样子去好好维持 说难听一点 他有很重大的变故 还是把你们活活拆散 你有什么办法 这历史上事实太多了 最常见的是什么 就是很久 家庭也很富有 子女也很有成就 然后老夫老妻也从不吵架 你就知道了 这里面有很大的问题在 就是没有话讲 好到没有话讲 那跟坏的是一样的 你看两人搞到没有话讲 就是什么 那个变化已经越来越小了 恒常已经越来越多了 那不是凶吗 这样各位才知道 很多人当他侄女 都成家立业了 当他家庭都有资产 可以过生活的 他无忧于虑的 他就说 你们好好过日子 我要出家当和尚了 你看奇怪不奇怪 就是这种日子 再过去 没有意思的 怎么意思 这个退隐伤灵 也有不得已的 也有是说 我这辈子新都做完了 我现在开始要退隐伤灵 他有好几种状况 所以恒到最后 要保持动态 才会持久 否则的话 也不可能没忙